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酒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酒菜 炭燃酒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13分 那今天整體的一個盤勢就是上漲了100多點 並且呢,可以看到我們的加權指數 跟我們的這個期貨 這個基本上沒有一個正義的一個價差了 對,反而是期貨還漲的比這個加權指數還要高 當然這個代表什麼意義呢,我也不得而知啦 反正就是期貨部分有刻意去拉的較高 因為通常是都會以期貨部分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對,那整體來說的話就是有戰上的關鍵的壓力 不管是加權指數,不管是這個期貨,我都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要講的東西 那今天呢,因為個股有13檔啊 那所以說我就把他全部都把他丟到 丟到這一個第二部復反影片 其實要放到這一部裡面去講也可以 只是我覺得會講到很累 那講到後面很累的時候會 比較不耐煩,然後會比較 可能會想要講得快一點 可能會看錯之類 因為都還沒有提前去看 雖然說某幾檔呢他們的線圖 我都有在做觀察 所以基本上都在我腦袋裡面 大家大致上是知道啦 不過有一些比較新的 或是說比較久沒有看就不太知道 所以這也跟這個 觀看指數好像也沒什麼差 因為反正 對,觀看指數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我也接受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啊,算是大盤 吹起反攻號角 因為突破關鍵嘛 我們就很簡單 很直觀的看這個 支撐壓力的這個結構的一個互換 然後我們去判斷整個 市場 不管是個股 不管是大盤 都是 所以大盤呢 今天的收盤呢 我認為可能有機會 吹起反攻號角 那眾多個股啦 獲得這個資金青賴 其實 在這一波上來之後已經 那這一波下去之後 現在要盤整上來的階段呢 已經不只只有AI 就蠻多的 網通 除呢 那一些低階的 像IC設計也是都 長勢都 還蠻凌厲的 好,那受昨晚 納指上漲影響 開始期呢 夜盤慢慢去墊高 那早盤以上漲80點 價格開出 隨後快速下跌至底部 支撐建倉 那這是我自己講的 那在尾盤的時候 攻上這一個啦 我們剛剛講的關鍵位置 昨天也講 然後上週也講的一個位置 在前兩週 那都一直講的位置 1650 期貨的部分攻上去 然後加權指數部分也攻上去 那我是以 當天收盤 那當然大盤的東西 我覺得啦 我認為之前我們也講過 像台積電呢 我會用週限級別去看 看他的襯壓的結構的變化 那其實大盤也是 所以今天禮拜二 然後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呢 最好是禮拜五都能夠維持在16600之上 那才有真正的告頭 不然的話又跌下來 那可能就沒有了 又是像上週四 上週五 一天漲 一天跌的行情 就拜拜了 不過目前就一樣看像這個 週一講 昨天講的那個 忘記是週一還上週講 不太記得 反正是講那個16400的那個低點 以各股方向 以各五個方式來去看的話 低點不能夠跌破 那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上漲的一個兆頭 那今天基本上我沒有 沒有這一個 沒有認為的停歷 沒有 應該這樣啦 今天沒有停歷和停損 反正就是 稍微的小漲 就是為時間損益呢 稍微的正向增加一點點 不過還是沒有回到上週四 上週五 上週四的那個開盤 早盤時候是最高的 那之後就 昨天最低啦 然後還停損一堆嘛 那今天算是把 今天 今天的話應該算是把 昨天停損不會又補回來 所以等於說 這一週又回到原點 如果說以這樣算的話 不以為時間損益算的話 如果以真實的 就是以時間加為時間的話 那就是今天等於 沒有開盤 雖然今天上漲 沒有沒有沒有 也是這樣稍微的 因為我尾盤 後面尾盤 如果你有看盤的話是有 拉一小段 這最後那個 半小時至一個小時的時候 有拉一小段 算是對 就還是整體還是稍微的 比週一的 還要再好一點 好 那AI 部分呢 我們這邊還沒看 我們這樣還是來看一下好了 就以加權指數 然後那些看一下 那我所講的這個位階 就是這一根 因為我們說嘛 突破 這個是一個破底翻 那突破上來之後呢 他疊下來 我們都不能把他認定為說 他馬上就會翻得下去 當然我當初 在上週五看的比較空一點 不過我如果是以 突破了這一根的 前一根的這一根 去當作低點 當作那一個 呃 停損點的話 就假設這是一檔個股 然後我假設我在這個 16600 你敵方進場 那我守的這個位置 停損點也是在這裡嘛 16440 好這個地方去疊破 所以說 其實整體上都還沒有正式轉落 然後今天又站上去 那 就不是 就是在告訴我們說其實還不錯嘛 我認為啦 當然都是我自己個人認為的 OK 那看一下這一個 呃 台子 起的部分 他日線結構長這樣 開高 然後往下殺 然後往下抽 算是一根 破底翻 如果說這是以日盤的 呃 起貨來看的話 那夜盤的話是稍微突破 然後現在又稍微的 小開高 對 那再上去的這個壓力部分 支撐部分 我就先不抓了 那 個人可能看一下16700 一個整數價格 然後再來上去是16800 就是抓一個整數價格 對 目前來看的話是這樣 看一下有沒有要講什麼 OK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 那AI部分呢 技嘉的人是最強的是 光搭就是等待這個 245這個地方 是否能夠站上去 形成這個短支撐的 這個破底翻結構 那破底翻結構 有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 不過他底部 像昨天的低點有點低 所以說這邊 這個破底翻呢 他的停存價格 有點 有點寬啦 那偽刷部分呢 在昨天下跌到 105.5 我昨天說是蜻蜓點水 就是點了大概 四五十張 這個股票 然後馬上抽上去 所以就是有點故意啦 結果我昨天有講 我說就好像你看了一個 看起來很燙的水 然後你想要直接這樣 把它給 比如說喝下去 應該不會喝啦 應該是把它拿起來 比如說杯子 摸那個杯 杯子的那個 旁邊 然後去摸一下去試試看 然後那種感覺是你已經有預設心裡說 我就是摸到 馬上就要反抽 那種感覺就像這個價格一樣 所以是清醒點水 那今天沒有特別的上漲或是下跌 那在我眼裡 仍然是維持在這個 大支撐的大格局的裡面 並且一樣持續觀察 這我們講好幾天的 只是9月15號 這個前後呢 比如說他前後日子 前後的正負兩天 看是否會跌破大支撐 如果沒有撐過去的話 那我認為AI這一波 又會再持續往上進攻 對那目前還有一段日子 還有半個月來說 還蠻久的啦 我覺得還蠻久的 那我只是 如果單看這一天的話 對還蠻久的 那我們這邊稍微就是 很簡單的快速的瞄個幾天這樣子 那廣達部分呢 在今天上漲 最高起手到247 不過被打下來 那只是以日線結構來說 就是被打在這個25的底下 所以說如果說能夠收盤 佔上去25之上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他的支撐結構 或是說他壓力結構會不會改變 或許搞不好已經改變到242 那今天算是佔上去 這樣有沒有機會 其實也還是有 因為我不能說我的畫的線圖 就是百分之百準確 如果說差個一兩塊那些 然後就算突破的話 其實我認為他還是蠻有機會的 那今天算是一個整體的亮縮盤 這個昨天前天都是 量都還蠻多 那算是近期以來的一個非常亮縮的 那看一下7月17號的這個成交戰術 6萬2千張 那今天成交戰術才5萬10千張 所以今天完全沒有拉他 但是又把它給 欸守住又不太低 所以會不會明天 或是說今天尾盤這個拉長 是為了讓他明天有更大的 只是已經亮縮了 亮縮抵不下去 那會不會是一個好的事情 不曉得 看明天吧 那偽創拉 那偽創也是一樣亮縮 然後他亮縮到了 今天只有11萬張 那前面這個部分是11 10 算是12 12萬張拉 對 這個是 116拉 然後這個是119 所以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差個 3000張左右 不過還是一樣來到近期的 新低的一個成交量 然後並沒有去往下下挫 去跌 然後仍然結構上還是守住大概110 其實是正負隔2塊錢 108 112 那這邊就是一個支撐區 那沒有太大表現 然後 最強的是應該算技嘉吧 就是他看起來就是要反攻 而且他 那亮的部分他沒有縮 他反而是這一天要下跌 這一天 卡住 縮亮 然後這一天就摸斬金板 所以這個縮亮 會不會 讓我們今天的偽創 和這個廣達的這個縮亮 其實是好事 不曉得明天繼續看吧 有個人搞不好 就真的來個大突破之類 反正我手段是有這三檔 對那價格上的部分 就之前都跟大家講過了 廣達跟技嘉都在抵擋 然後偽創目前就是在這個地方 今天可能賺 今天可能賠 小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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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在這個支撐區 這樣子的 那彩晶天的部分呢 昨天忘記說了 反正是我們之前提的 540元的地方 有進場的人 自己抓好自身的 挺一點就沒問題 那我是在上週四的地方的時候 是有賣一點掉 大概560幾塊的時候賣掉 我是用期貨的部分 稍微開一些小桿桿 那今天大概是550幾吧 對今天有一個會員 就是我們的群組的人 來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看法 對然後就 然後突然新增了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 就蠻喜歡這種反饋啦 如果說你可以去 私訊我IG 或是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 反正可以告訴我 如果說你有發現一些 比如說吃生壓力 那彩晶天的看法 一些等等等等的 我覺得都算是不錯 對於反饋啦 那如果說你就是平常看 我的影片 有賺到錢的人 也可以跟我做一個反饋 那 繼續講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AI指數 盤中下破 今天有去下破 238大概在237左右 這支撐 然後隨後去拉回 那半導聽指數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看他 看可不可以站上這個370 不過 剛好卡住 就沒辦法上去 就看明天有沒有辦法拉上去 那電子指數的部分 是守住短支撐 沒有太大的一個表現 我們這邊是稍微瞄眼 我們先看電子好了 那電子的部分 就是守住這個位置 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 拉過來 守住好幾天了 所以說這個 這個支撐的一個短撐是813 然後比較大級別是830 對 那目前沒有看那個反攻的號角 對 但是其他大盤 大盤的部分是有 但是指數方面是沒有 那這個電腦的中間設備也是 這是稍微的跌到這300 237.19 然後隨後會拉上去 所以基本上這個 這個兩個的位置 是滿像現在的偽創的情況 那偽創的往上拉的話 可能就往上 不過 不過 事實上最更動 最會動整個盤勢應該還是廣達 對 所以說你說這兩個是廣達的樣子 我覺得也OK 對 反正就是沒有轉弱 轉弱就會再往下 224去走 那往那224去走的話 就必須說是 比如說 尾創真的要灌破的話 就是撐住廣達 然後尾創去灌破 或是說是 撐住尾創 然後廣達去灌破 我覺得有機會喔 假設真的是 撐住尾創 然後撐在那個大直撐 可能110 因為尾創之前我是說 他是拿來做一個看盤的 就是他這麼弱勢 因為他想要告訴的是 全體市場 所有在關注AI族群的人說 尾創現在我壓制喔 你們別想要 這個丟資金上去了 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 呃 糾戰雀草的感覺 這是我控著尾創 你們就知道了 控著尾創 沒有讓他強 沒有讓這個AI AI這個部分 再強勢的感覺 好我們再看看半導體 那半導體最後也拉上去 拉一個尾盤 拉到370 不過一樣 剛好卡住 對那我認為如果說明天能夠 站上去一定是好事情 那目前看 還未嘛 所以說再繼續做等待吧 好那強勢族群的部分 就是最強勢已經強了 算是兩天吧 就上週強到現在的軍攻 那當然軍攻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是以這個 寶一跟雷虎來做這個 要做進場的話其實 今天這兩檔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機會存在 不過 我們今天沒有分析 那再來的話 是IC設計 Type-C的這個部分 是比較強勢 然後也看到一些IC設計 其實還蠻 還蠻強的 就是有一些資金 算是又進來 那再來看他有記憶體 然後還有是光電 那其實我是以我自己手上有的個股去看 對那記憶體確實有 那華幫電話 旺虹跟 群聯吧 群聯我自己也有 那當然就是在 支撐附近說清楚 今天好像會講到 那弱勢族群就是這個 台演就是上週 上週五我們講的那個新聞嗎 還是這週 上週五講了吧 是這個日本排放這個 這個 核廢水 然後是造成那個 日本跟韓國的搶那個演 然後不知道什麼突然就拉 不過我覺得他要在 往上進攻是蠻困難的 這個台演 不過長期趨勢是向上 對 我有看過他的線圖 但是他 長期趨勢向上 但是又沒有特別表現的個股 突然有特別表現 那當然就是代表是不太好 只是他的調性這樣子 那剛剛好像講的 軍攻 軍攻也是在今天弱勢 就是剛剛講的寶一和那個 雷虎是弱勢 但是呢其他有強勢 像是祝容 然後還有這個全訓 就是其他一些軍攻是強勢的 那我自己個人看的族群其實蠻多的 然後AI部分是因為 所以本身是有 不過不會套那麼幾幾去布局 就是六月到七月的時候 是其實把很多都給賣 賣掉然後轉AI 不過現在變成說 要把AI賣掉去轉其他 就是如果說今天AI被打停損的話 我就不會再糾結再說 欸我再找另外一檔AI 我可能就把資金放到 其他我覺得比較喜歡的 當然我會說我比較喜歡是真的到支撐 並不是說隨便就亂買 所以說其實就是處處都是機會 我個人覺得啦 做多放的話處處都是機會 網通很多就往上走 那儲能最強就是滑城 那車用部分 今天像是有關他到的 是東洋吧 然後還有華服也是往上走 那記憶體部分 就是我自己手上有的 對那其實他們的通漲性 是比較低一點的 像儲能之前長一波 沒有那個通漲性 那網通其實也是有 有掌疊互件 其實說起來啊 基本上都是掌疊互件 沒有像AI之前那麼的瘋狂 只是一個族群搭 然後卻會往上走 所以這邊的部分 應該說此時此刻 現在如果說我們看的大盤 是真的往上突破 當然都沒關係 可能真的有機會往上 那這個櫃蠻指數也往上 但是目前來說 你的基數分析還是需要非常的 專精 那你去挑選各國超方 我去挑到 那我不能說我很專精 但我起碼已經比大部分都好很多 至少我知道我哪邊進場 哪邊去出場 然後進場之後我能夠去 真的是抓到 比如說上漲 然後 或是真的一打頂損 那都沒關係 至少我看得懂 然後知道自己已經會比 然後資產 資金水位去控制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就看一下貴買 那貴買今天收了8月18以來的高點 就是以收盤來說 209 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貴買部分 好看一下 那他收了 從這根那時候說8月17號 我說好也是壞 這是上週 欸這是上上週的事情 上上週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說 我記得在那個 復盤的時候講說 這個地方就是壓力 所以你說剛好碰到 然後隔壁根直接下下來 對那他 在今天算是收了一個 還不錯的位置 就是比這一天8月24號還高 8月24號是什麼時候 是上週四 比上週四大盤大漲300點 然後貴買不太動作的感覺 那那時候還要更高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是比較想要 叫這個貴買趕快突破 他突破其實比較能夠帶領一些中場軍個股 還有一些族群性的一個通漲 可能都有機會再回到那樣子的一個盛況 不過現在其實 你說盤是 算是差啦 但是 整體上的個股呢 我還是一樣嘛 就是還是有創新高的個股 而且還是創歷史新高 就連這一個 日月光頭空都能夠創歷史新高 那你覺得說 整體盤是到底好還是壞 其實 我覺得 就差一邊吧 如果說你想要做空那就做空吧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維持在做多 我並不是覺得說 一定不會下去 只是覺得 我做空沒有到那麼強 然後 以一些成本上的概念去說的話 做空的成本也相對來說 較高一點 對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大壓力能看在210 所以 也說開心嘛 其實一點點啦 要擔心嗎其實也不用 所以說等於啦 今天還是沒有走出他改守的行情 那觀察大盤今天收盤 是否有突破的這個異位 觀察大盤 這句話我在打什麼 我不知道這句話我在打什麼 觀察大盤今天是破盤 這句話就是3.2 那其實櫃板就簡單說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整體的這個 其他的類別吧 就是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好那我們首先先看一下這個 我們在 應該在昨天還是上週五 應該是昨天啊 昨天講的說這個地方呢 形成了相趨勢線的一個突破 關鍵的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老實講啊 如果說我把 我把 我把這個都先刪掉好了 如果老實講啊 如果說我把這個位置 我把這個位置當作是一個W底的突破 那其實也是說得通 其實我之前有畫過這樣的格局 那這樣的格局是下降趨勢線 加上W底的盤底的突破 然後他把這一條線當作是支撐 所以說我們面臨呢 最大壓力一定是480嘛 一定是480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面臨現在一個 我覺得他應該守住的支撐 應該是在454 這地方跌破了 我會覺得說搞不好啦 搞不好呢 他這個位置搞不好守不住 我433.5這個地方 可能大幾乎守不住 就會再往下去 踹到這個400多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就是如果說我們看結構 那以結構的一個變化來說 他已經做出一個大改變 而且守住這裡嘛 所以目前想法是 就是454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對於他有興趣 那你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呢 以這根低點往下去抓 直接做停損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好我們再來看納子的部分吧 那納子的部分呢 我們的 看一下大級別 還是仍然認為是15260 這地方必須做突破 對那以小時限來看的話 昨天有講嘛 我說他如果說能夠 橫盤橫在這個位置 然後並且突破的話 應該說在昨天的早盤的時候 早盤在下午的時候 這個地方橫在這邊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了 那再來的話突破這一個W 讓他在昨天往上站上去 然後現在還在不斷的往上走 一定是好事啦 一定是好事 就是他已經突破了 相向趨勢線 原本又砸下去 然後可能又往他砸 但是現在又突破相向趨勢線 當然啦 他這邊要畫出現在 另外一條相向趨勢線 應該都蠻好畫 所以說 這整段這裡到這一個格局來說 應該會有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看法 要嘛是均線反壓 要嘛是別人畫的 技術 那個相向趨勢線 所以說這個位置呢 就相 相對於這是 呃 判斷上會更加難判斷 然後這邊就不要講太多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呃 標普 標普之前講大小大 然後目前來說大自身是落在這裡 那昨天稍微上漲 那 真的要站上去還是必須要 大概突破四千 四四五五吧 四四五這地方如果說 能夠順利站上去的話 就會是跟這個 呃 這個一樣 跟我們的這個會打一樣 是突破下去 並且是能夠 在這邊換一個W 在這邊換一個W 同一個結構 同一個結構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位置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撐 OK 那我們整體上的一個大盤都講解結束 反正目前就是觀察 其實 大盤的一個突破 然後 我自己手上目前還是都是做多的部位 然後 呃 嘴邊什麼特別 反正我會覺得說我講大盤可能沒講不準 但是我判斷個股是 就是判斷的比較精準一點啦 我自己客人這樣覺得 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新聞吧 那今天新聞找的比較多 那我們就簡單的帶過啦 這是信華 切入這個揮打BF3 DPU 明年獲利孤這個翻倍 那 呃反正呢 裡面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去看吧 因為這個都是很簡單的內容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看他的這個 這個價格吧 就是說 這個是在8月29號 的一個新聞 早上的時候又看到 這什麼 像是待會會念到的 像是 我們直接講好了 欸 那個不見了 喔這裡啦 我們 我們這兩個一起講好了 像這個 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日月光吸手 聯電建構 COAS供應鏈 股價寫 兩個月新高 這是日月光 然後聯電昨天有講 日月光昨天有講 聯電昨天有講 就是說必須障上去 那目前來看的話 聯電障上去 日月光好像今天是收下來吧 其實我沒有太大的一個去看 我就看照盤 看一下 還是要拉回去 嗯 拉的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對 所以這個 要嘛賭啊 要嘛再等一根吧 我覺得可能再等一根吧 那聯電的部分 聯電部分算是障上去囉 我覺得障上去 因為我們昨天說嘛 我們昨天說我們看這一根 大量的上影線 我們不曉得到底是 誰賣給誰 是主力賣給主力 還是主力賣給傻戶 那目前以今天的K班看起來是 主力賣給主力 有人願意去接 那有人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爛消息 那他去壓 所以說形成這樣一個 就是 一個上影線隔壁又往上 跳空開高的感覺 所以目前來看 我覺得聯電呢 這邊就是一個 大的破底翻 那我們之前就講 破底翻結構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能夠讓他再次 突破新高 而去做的 我心目中都是這樣想 所以說每次遇到破底翻結構的時候 我都還是會很欣然去做進場 雖然說有一些 真的還是會有機會 被打停損 對不過我還是覺得說 破底翻結構一出現 那他創新高的機會就來了 那我們就簡單去看過了 那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信華吧 信華的這個骨架 稍微瞄眼 我之前呢 是在這裡 我很老實講 我在這一根的位置去做進場 我在這地方做進場 然後後面這一根拉下來 這一根我就做停損 然後後面到這裡 反而在這邊才撐住 所以說我後面才發現說 原來整個格局 他想要看的大格局 是這樣去看 對那沒辦法 那如果說我現在呢 要再重新考慮的話 其實 我會蠻難去分析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有高點 然後這個地方又剛好下上去 顯現感覺上有點反壓 所以說到達這裡要考慮嗎 我是打一個問號 我不曉得 還是說其實 這地方不能再看了 要看向更低一點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位置這一根拉上去的 這個下影線這個位置 我會可能比較考慮的這個是我 我放 沒有去做觀察的這一根吧 對那 上來的這一層 我反而是會比較去關注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去上去 再來做一個支撐的 一個回測的測試 這樣子 對那這個地方我就不看了 我就把它給 打擦擦 我就不看了 因為我之前在這邊有做進場 然後後面就啪結束 所以以現在的結構來說 以現在我認知看到的話 下上去現在壓制住 然後這個高點的部分 剛好今天也來碰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於說 更高一點的地方 好我們看下一則新聞是這個圓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觀察圓金 圓金昨天的新聞 這個獲30億元高效能模組訂單 助攻大型 魚 魚電共生電廠 那圓金本來是做太陽人 那之前是有接到一些特色來訂單 然後大家都喜歡他 我自己本身也喜歡他 因為他有什麼 什麼話題都有的感覺 但是什麼話題都有到 什麼都長不上去 就有點像紅海嘛 什麼都做嘛 手機做啊 車子也做 現在AI也做 什麼都做但是他長不上去 所以那圓金可能跟他有點像 那裡面的那個內容 有興趣自己去看 因為我昨天有稍微看過一遍 那我們直接來講他的這個技術結構 那技術結構來說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 大的一個盤頭 大的一個盤頭 他的一個盤頭 他的一個巨大盤頭 大的一個巨大盤頭 我們把這個給刪掉 一個巨大盤頭 從這邊開始算 這個桑桑就像畫得很漂亮 但是呢 在這個7月18號那個附近 7月20幾號那邊正式跌破 只是跌破這一根 所以說理論上抓一波跌幅滿足 是有機會到達地獄去的 是有機會到達非常非常低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往上走的話 往下走的話是有機會到13塊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目前來說 變成說我們要更加去關注說 他整段目前這邊的結構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他這邊是一個上 這邊是一個 上些形態 當然應該知道上些形態 上些形態呢 然後抓A段 等於B段的跌幅滿足 剛好到達 剛好到達 這個我在上次好像之前沒有畫 不過這個結構我還是有畫出來 那剛好是到達 所以說 這個操盤的人肯定是美系外資 就是 大部分就會肯看這個 技術結構 操作大盤的 大盤也很看嘛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就是 外資不讓大家上去 那我們也沒辦法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之前有畫一條這個線 這個線的話是在這裡 這是一條線 然後再來是畫 畫下去 這是一個加速線 這個是一條相區線 比較沒那麼陡峭 那這邊比較陡峭 那比較陡峭的 今天剛好開盤開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阻力呢 我們可以知道 是我們畫的圖 應該跟阻力是一樣的 因為他今天剛好開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下砸 所以目前來說 這個支撐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不會去考慮他 我不會考慮這一檔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來講一下 我覺得目前這個區域都還是蠻看空的 所以 你去進場 可能真的機會短期 可能賺個5%10% 但是你要說他 要往上向上拉個2-30% 甚至 要過前高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比較天放夜坦一下 那告訴大家一下 那再來看下一則新聞 今天新聞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 就 都看那些 我覺得蠻有興趣 那那個越南房市呢 恐怖海嘯 金爆10萬加 房企倒閉 超過90%的這個公司財源 那我們 稍微看一下內文 那內文來說是說 今年前6個月40%的房地產相關公司倒閉 那等於就是平均 每個月有1.66萬家庭業 那 他有說 大概超過95%的企業都 以財源 財源 降低支出 然後有一些維持生計 甚至要變賣這個硬體 對 那裡面有講 他說 這個資深房仲這個誰 然後透露 透露 他2019年在那個 河內成立自己的公司 該公司在2022年年初的時候 還有200多名這個員工 但是去年年底這個 越南房市開始低迷後 這個 員工人數目前只剩下30 不得不變賣公公車 退租部分那個辦公室 裁員以降低成本 才能支付這個銀行地息 再 再過一陣子可能就真的要爆掉 但是呢 但是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越南的這個ETF 這個00885 好的 富邦還元大元南 在哪 00885 這裡 富邦越南 富邦越南呢 他卻能夠在這個地方 往上走 所以你說整體市場 跟 這個 股價的變動到底 有沒有 最實質的關係 還是說這個消息 是已經很延後 我不曉得 不過這個新聞是在今天才發的 早上才發 對 所以說我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如果說啦 你看到這個新聞消息 跟你現在想要操作的這個個股 完全就是不搭嘎的話 那就是自己看你要相信哪一邊 等一下 為什麼這個不能畫畫 是什麼意思 假的他壞消息不能畫嗎 不能畫耶 什麼意思 我想要這裡畫一條線說 他是破底翻格局 反正那個13.4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邊有上影線 上影線上影線 跳光開梯之後上影線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缺口 那這個地方佔上去了嗎 在 在今天佔上去了 對 那我會比較等待的是 這個位置呢 大致上再 直尾一些吧 可能就直接進 再往上 續攻了 這個位置 沒辦法畫 那我們看下這個新聞 我們看一下這個啊 Nike股價產創43年 最長連跌紀錄 外媒鋪這家台灣鞋場找肉線 那這家是寶城 寶城在做鞋的吧 然後他說今年的這個 營收變少 然後全球 在截至6月底 全球員工人數從28萬的呢 變 簡直28萬 然後比前一年少了5萬多人 5萬多 5萬6千人都失業 所以說現在整體的一個 感覺上 大家真的是對於消費性的東西 就是鞋子 因為Nike主要賣鞋 雖然說賣一些運動用品 衣服 褲子等等 不過主要呢 他還是賣鞋嘛 他這有鞋喔 嗯 鞋在哪邊 好 嗯 我突然沒看到 好那我們就直接略過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Nike的骨匠 我跟大家看一下 Nike呢 以這個上來突破的這一根來說 是去年11月11號 剛好是這個 呃這個 光棍節 然後呢在最近 跌破了 而且跌破一個大頭部 跌破超大的頭部 你說這個是M頭也可以 跌破一個超大的頭部 那這個地方呢 可能會有人去做空吧 或者是說等待破底翻 那像我們做的多人是等待破底翻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真的再往下跌的話 可能又會跌跌跌跌跌到了 更低一點 74.5 如果說以這個跌幅滿足來說的話 然後剛好這74.5 這地方剛好也是要這一根 咦 再拉過去一點 好拉過去 你看這個地方的盤底 這地方的盤底 然後這邊的支撐 這邊的支撐 這邊的支撐 咦剛好有機會跌到這邊 74.5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慢慢跌跌跌跌跌到這地方 感覺上也不無可能 但是如果說我們做多人 一定要等待這個地方看有沒有破底翻結構 那做空呢 就是等待這個地方看有沒有反抽 或者你覺得他有機會真的跌這麼多的話 那你就去做空 就這麼簡單 當然有可能拉上去這裡 震一震 啪 又往下跌 看他怎麼去走 所以說你只能去選擇 你要在一個完美的地方下單 那之後就是看他行怎麼去走 那如果說行情出乎預料的一個 出乎你預料的話 是必須得做停損的 那目前大致上這樣 那其實 他結構上看起來是蠻漂亮 就是 蠻有機會的 如果說真的以這個破線為基 蠻有機會真的往下跌 當然有可能逆勢往上走 好那大家看我們今天這一步 第一步就到這邊 待會再來錄第二部副版影片 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